第四章 第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的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这就是你会看到人一出世长大 他对自我的知觉存在的话 他就会走去费量 但是当年纪越来越大 如我所说 他的肉体越来越强的邪情私欲 又或者甚至他的肉体病 多病 他就越来越走去伊罗的爱 如果你不杜绝的话 这个伊罗爱最后只会带我们下地狱 因为圣经里面都说 你行传律法的话 你一定是用阿加皮的 你从来不要说用伊罗里行传律法 你对你的儿子都不能够 真的产生爱 是吧 没有可能的 如果这样需要信基督教 我们不如用拜祖先的方法吧 如果我们全部这些圣经里面 最核心的真理我们都强解的话 但原来我们就是说 我们天生天性 如果没有了真理的话 我们会有这个倾向的 所以圣经就这样写成了 让我们能够在里面能够明白这个精要的话 我们就会去改变了 所以当年来说 当我听了一篇信息的时候 就如我所说 我回到香港 我去很多教会听这些信息 我发觉 当他们说这些经文的时候 如果我坐下的话 我真的可以说得更加豪卧的原因 就是很多时候他们说的 只是水果阿贝 紫上谈兵 台上说的那些人是搬这些经文出来 但他完全 连那些经文1%的认识都没有 因为你看看他的代人节目 他怎样对他自己的下属 他怎样对自己的同工 你已经马上知道 他自己说的那些经文 就是根本一直都在犯 他自己 而很多时候 很多人在台上说 广道最主要是迫别人去做 而不是自己做的 而自己有时就是犯了那个错误 但是他迫别人去做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医罗的爱是自私的 别人当顺服 别人当听话 别人会忍气吞声 他就可以忍到你的猛震 忍到你自己的没有耐性 别人一说就做了 那就可以满足你自己的急功近利 所以你要看到有些人 他在台上自己说那个真理的人 很多时候他自己就犯得最多的 这个就是我普遍在外面 见很多牧师都是有这个的现象 那你能够想象当我 尤其是头一个月探访了所有这些真道教会的 分会之后再开始接触其他教会 就是我的内心是多么 多么震惊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 过去在加拿大那几年里面 是对神的话 简直是夹身性的认识 我自己本身很小心地 一路一路处理自己的性格 锻炼自己 磨炼自己的同时 回到来的时候 发觉原来人 不要说去行真理 他连真理是怎么解都未知的 OK 就如我所说 他们是拼命所谓叫做行真理 但是他竟然不保护自己行真理的心 就好像一些基督徒或者牧师 拼命去爱这些弟兄姊妹 但是他没有一个爱心去爱他们 意思是他拼命去医罗这些弟兄姊妹 或者自己的子女 或者自己的配偶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圣经所说的 阿加皮的心 圣经不是叫你拼命去医罗人 圣经说的要我们努力去 阿加皮神 和阿加皮别人 所以你想想 就一个这么简单 每一个都知道的经文的真理 但是问题呢 当我回到香港 那个商区大得这么紧要 但是圣经不是只有一个真理 简直多得很紧要 成千上万的 所以当我有时和牧师谈的时候 我都无从说起 都不知道讲什么好 因为你不是说 教他做这件事 这几下绝招 他们自己就人数增长 他们自己就会大幅谈 有时这些牧师 连自己私底下的内涵和修养 都未建立好 是不是做完这几样功夫 就会带来大复兴 神就会祝福一个 完全没有修养 没有内涵的牧师呢 实际上有太多东西 我们在圣经面给我们看见 原来神是愿意祝福我们的 但不过这些祝福 不是给一个急功近利的人 不是给一个充满医罗的人 他是给一个充满爱 充满亚加皮的人 因为圣经给我们知道 信望爱最大就是爱 最大就是亚加皮 就是说拥有亚加皮的人 其实他们能够 慢慢将他们的恩高 和祝福的容量加大 这个曾经跟大家讲 信望爱的时候 我们讲到关于爱是什么呢 为什么爱有长阔高深的呢 明明我们人世间 只有三个隘形的 是不是 应该说是长阔高的 为什么会还有心呢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原来那是第四个dimension 为什么神用一个容量的四个dimension 去形容关于爱呢 原因就是原来当我们懂得爱是什么 然后我们去执行爱的话 其实你会发觉 你拥有的祝福多到 你实际上胜在不了 你拥有的喜乐 人的尊重 你所收的种子 就会多到你想象不到的 因为爱是一个容量来的 但是神就要我们由耐心去做起 所以你看到当讲阿加皮的时候呢 就挑战我们自己的耐心了 挑战我们自己究竟 有人会说我不是这样的人了 没错 这是命令来的 不是一个multiple choice 不是一个选择题 是命令我们要去做的嘛 当我们肯去做的时候 你发觉是要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年份 花很多心机 而并且任何时间都一定要把自己的灵魂体 分开 而找出谁是C 神所定我们的灵是C 我们以我们的灵 我们不是应该是属魂 也不是应该是属肉体 我们应该是属灵 所以你属灵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会懂得阿加皮的爱 但你属肉体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慢慢倾向伊罗的爱 所以这些就是 你会看到一些人不行真理的 他只是靠年轻的时候 一时的冲动 或者是见人家做他又做 或者因为一些羡慕 他就会回到基督教 但当年纪大 时间一直度过的时候 他不保持着自己去行真理 甚至不知道这个就是真理 他老了会慢慢放松 他慢慢就会回到伊罗的爱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很多人 就算是基督徒 有很多所谓艺人之家 所谓出名的明星基督徒 你会发觉一样是离婚 一样是犯了 好像我帮人所犯的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根本没有这个真理 就是会看到基督徒 大家你好我好 互相羡慕 那会有点感染 但问题是真理 不能够只是借着感染 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不断嘴着神的话 执行真理 我们才像一棵树那样 我们往下扎根 往上结果的嘛 所以这些真理 我们一定要真而重之 并且去执行 而不是念在往 更加不可能 至上谈兵 如果不是的话 这些真理你会发觉 在你初信的时候 会执行一会儿 而因为人感染 你不是明白了个中的道理 你也不是明白了个中的分别 和重要性 所以到晚年 你就分不了出来的 很多人就如我所说 他明明是又没有耐性 明明又容易猛疹暴躁 他还是觉得自己很爱人的 这么疯狂的 那种是简直如果对比圣经说 那种是恨人 你恨一个人才会这样做 你才对那些人又没有耐性 也并且没有恩慈 但是那些人就因为他们的自私 遮掩了眼睛 他觉得这种就是爱 那种其实是自私 是爱自己 跟爱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正爱人 有时是对自己的一种损害 你愿意恨狗忍耐一个人 就好像人家迟到 那你会不会立刻发闻症呢 那你已经看到 你又没有阿加皮的爱了 是吧 斟言第四章第23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 要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你最先探 跟着靠近 尝尝着期待的心灵 成三球闻我主 于圣殿敬拜 跟着两人 演唱出心中的呼声 倾心曲 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承煞爱神 离弃嘴思考 跟着靠近 尝尝着期待的心灵 承煞求问我转 于圣殿兼拜 跟着领忍 求全力求尽所能 期望承煞爱神 离弃嘴思考 跟着靠近 尝尝着期待的心灵 承煞求问我转 于圣殿兼拜 跟着领忍